好 我們現在開始協商 不好意思 拖了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前面的這個會議 比較拖了時間 好 報告協商會議本日的協商主題 既有三案分別為 第一 外一間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 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 增訂第十四條之五條文草案 第三 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中第二案跟第三案是 由周春明委員主持 由我來主持的是第一案 我們現在並來協商 外一間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跟協商會議報告 委員林黛化等十八人理據 外一間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等五案經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王俊通過九條條文 經院會改交協商後 我們先前在今年的四月三號 舉行過黨團協商 但是並沒有達成共識 然後在四月九號 本院第九屆第七會期 第八次會議 再將時代力量黨團 擬據之外一間條例 第四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決議進付二讀與相關提案 並按協商 所以我們在今天舉行協商會議 來並按協商 好請各位參看協商條文 那麼黃委員要不要先做說明 上一次協商的時候 大概我們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基本上面的理由都已經說明過了 我如果沒有記憶錯誤的話 上次大家似乎比較有共識的 是針對就犯貪污之罪條例之罪 或重大經濟犯罪 那因法因沒收或追徵的犯罪所得 沒有追回的話 然後排除在 呃 臨選 壞儀間條例啊 的範圍之外 那比較沒有共識的 似乎是 針對有關於縮刑啊 的規定 在犯貪污之罪條例的 受刑人是不是 還可以進一步來這裡試用 那我想延續著 上一次協商的時候的說明 已經說過的話 我就不要再複數了 因為在立法院公報裡面 都已經有清楚的記載 那 過去這段時間 我大概也把 呃 我們在外衣間的一些受刑人 那 特別是犯貪污之罪條例之罪 然後他們的犯罪所得 繳回的狀況 來請教了一下 我們的 矯正署 那 矯正署 上一次 給我公文啊 的回覆啊 是說 有關於 假釋出於犯罪所得 繳回的狀況 因犯罪所得之追繳 不是本部矯正署的權限 然後 矯正機關上南 得知實際追繳的狀況 上次給我的 白紙黑字的公文是這樣寫 然後 上一次 接下來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問部長 部長說 不會啊 這件事情會審桌 然後矯正署署長說 啊有啊 這個資料有給 但是 我那天請矯正署署長自己回去看 自己發給我的公文 我剛剛念的那個公文 就是你們回給我的公文 上一次質詢完了以後 我再問 說 你們為什麼在委員會講的 跟你們回覆給我的公文 說辭不一致 事後 才再補來 事後才再補來 就有關於 犯罪所得沒有追繳 跟追繳啊 的狀況 資料是上一次在委員會質詢以後 部長承認 說這個事情應該會審桌 事後 才再補來 大概百分之 六十幾 那 第二個部分 要再 呃 說明的事情啊 是說 我國的假釋制度啊 其實很特別 所謂特別啊 是說 它對於說刑的規定 跟假釋的規定啊 跟假釋的規定啊 兩者之間是結合在一起 並行的 那事實上 說刑的規定啊 它本身就是一種 法定假釋 的制度 但是在我國喔 是 又有說刑 又有到二分之一假釋 然後兩者之間 還是結合起來 來加以計一算 這是一種很特殊啊 的制度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啊 社會大眾才會有 覺得很奇怪的狀況啊 是說 他為什麼那些犯貪污罪的重犯 根本 沒有關一半 有人就跑出來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現在在算 所謂有關於假釋啊 的執行率 事實上是已經把縮刑的部分 已經計算在裡面了 去賺那個值 去算啊 那個值 去算那個值 去算那個值刑率 那當然啦 未來 未來 就有關於在 累進處一條例裡面 說刑的 法定假釋制度 跟現行刑法的假釋制度 兩者之間 到底要怎麼樣 重新的檢討 是不是還要採取這種 並進啊 的制度 未來可以啊 再做檢討 那我們在這邊 所要處理的 政策上面啊 的議題啊 是 針對 有關於犯貪污之罪條例之罪 之人 他即使到外議間以後 我再強調一次 一般累進處一條例裡面 縮短的規定 它還是有實用 那我們自己在政策選擇上面 是 要不要讓他 除了一般的累進處一條例之外 更進一步的 去適用外議間條例裡面 特別啊 縮型啊 得規定 那我想最主要 兩個 政策上面 的議題 爭執在這個地方 好 那 我要請問一下法務部的意見 呃 委員 是不是容我們 所長 當然 把這個想起 請所長 好的 謝謝委員 那個 委員剛剛講那個 這個 假釋的那個 上一次那個 搜尋那個 其實那個 我們也有 他的 貪污所得的 只是檢察署會通知 我們是 他通知我們才知道的 好不好 這個我再補充 這個裡面一些 犯罪所得的 這個來 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 其實在臨險 我們事先 已經就 在 矯正署在 我們的一個 臨險條例裡面 也都有一個規範了啦 他有排除條款 都很明確的 如果 按照委員辦的 可能就更 這比較 就是一個 明確性 可能會有餘力啦 因為我們有 已經有具體在 一個臨險 有排除八項嘛 八款裡面都已經 有很明確的規範了 所以這個 外一間條例應該是 我們這樣來 對我們 實務上來做 也比較好做啦 那另外 他的一個 貪污制罪排除在之外 我上一次已經 也一再強調 那麼 我們 任何一個罪責 在 就是量刑的時候 他都已經有考量 他的一個 行為 一個違反 法律的一個輕重 都有考量 在我們在 在整個 刑事正在執行面 我們希望都 能夠 對於這一些 都能夠有一個 罪行方面 都一個明確的規範 那麼 至於貪污罪裡面 其實它裡面 也有一些 話重情輕的這種 這個一個 現象啦 比如說 像我們 以詐欺來講 他有的是車手 他有的判得很重 這個 這個敵意啦 有的在貪污的結構裡面 它有的很輕 你通通把它 一提不適用 這樣來講 對他們來講 公平性可能也 這個有影響 這個是在於 這個七塊 那至於 這個委員 所提的裡面的一個 重大的 經濟犯罪 以及 這個 貪污之罪條例 這個七塊 它的標準 到底哪些是屬於 重大 很難去做一個 很明確的 一個 界定 很難做一個 很明確的界定 所以這個七塊 我們也 這個是 希望 這個委員在這裡 再去 做意考量 好 以上是我簡單的 做一個 報告了 那至於 這個我一併講 好了至於 就說醒了這個七塊 因為你既然是用 外監條例啦 那麼 外監條例 它是鼓勵它去 在那裡 我們不因為個案 來去做這個 審軸 就是我前面性的來看 你到外監 它本身 就鼓勵它去 從事 農作 或是比較 一般屬於 中間性 互歸的嘛 要鼓勵它 回歸到社會嘛 所以 這個七塊 我們在看法是說 它既然有保持善行 外監本身它有一個 外監的縮行條例 你再把它規範 這個 不同樣的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原則來處理 可能對整個外監的所有所有人 可能會 有失供應 這個以上我再做一個補充報告 這一個平等性的原則 好 謝謝 請就位 這個 宋長說的我大概都 雖然我不是法律這方面的專業 但是 不是專業大概也聽得很清楚 這個 這個橫平性的原則 今天是第四條跟十四條病院審查 先處理第四條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說明的就是 這個不是假式條例 是外益間 是外益間 條例 它還是屬於 受刑人 受刑的一部分 它不是出到外面 所以外監條例存在已久 我們希望說外監 它的教化效果比較好 我想這個很多學子專家都同意 外監的教化效果比較好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去看 現在針對外監 它的各項的資格的限制 除了累犯之外 還有性侵害犯罪 還有家庭暴力罪 這當然是屬於特殊 還有毒品防治 毒品罪 這個是比較非常特殊 比方說毒品 比方說家暴 性侵 這部分當然 必須對他們去外監的 這個條件 跟資格預定的限制 這個在上會期 在上一季就有討論過 那我們在委員會 討論過很多次 也按照周春敏 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 我們大概都有共識 就是累犯的部分作業調整 累犯分很多狀態 比如說累犯它是兩支大過 如果它是兩支大過 你限制它去外監 也許大家都可以接受 如果是兩 一個大過 一個深界 所以我們做個調整 就是說 你的累犯如果前一罪是 六國有以下圖形宣告 執行完畢 這做一些調整 讓它能夠到外監 能夠有更好的 所謂叫化的效果 所以第四條 我們沒有針對特殊的行 去做限制 原本就有的 包括毒品罪 包括性遷罪 包括家庭暴力罪 這部分我們當然希望能夠維持 不予更動 但如果也要新加入新的 比方說這個貪污犯 這必須要跟社會大眾說明說 貪污犯之外 其他的比如說殺人犯 比方說炸雞犯 貪污犯固然可惡 但是不要忘了它不是假設到外面去 哈設到外間 它也是受刑 所以你必須要說明說 跟大眾說明說 為什麼 貪污犯 你要受這種限制 啊為什麼 殺人犯 為什麼 炸雞犯 它可以不用受到限制 所以我同意這個署長的說法 這個很明顯的原則 它至於十四條的部分 因為十四條在 這是禁服惡毒的案子 十四條我覺得應該 要全盤做考量 全盤做思考了 當然實在力量它的看法 很多人也覺得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去考慮 但是我們在審查會 並沒有針對十四條去做討論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 在委員會 能夠有更多的尋答 更多的討論 甚至我們辦公體委 討論這個 是不是可以用特殊的行 來針對縮型去做限制 以上 您的意思就是說 要把十四條 要交付委員會 因為委員會 花很多時間尋答 也很多的討論 因為十四條 就沒有這個案子嘛 還禁服惡毒 但是我覺得 禁服惡毒固然有 它法律程序沒有錯 但我希望這個部分 知識提大 我們希望回到 委員會有更多的尋答 跟討論 您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請這個提案委員 或者黨團 另外再提出來的意思嗎 我是建議的 我不曉得他們會不會一定這樣做 我跟 這個 這個協商會議的各位委員說明 我們協商會議 就是要達成共識 然後做出結論 然後各黨團簽字 那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這個協商就不會 不會完成了 好 那所以呢 因為 黃委員先前 所提的意見 加上 實在力量這次的這個修正 的提案 先前好像也討論過 不過我的觀察是 意見大概 看起來好像不太容易達到共識 達成 達成共識了 因為再加上 法務部看起來也 這個 有很多意見 那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再徵求一下 各位委員的意見了 是不是我們今天 就 協商無法達成共識啊 好 這個因為我們的確是沒有辦法有共識了 依立法院資源行事法第71條之一規定 由院會定期處理 上會 不是上會啦 我們還有兩個協商 主席不好意思 那個針對 就是 當然黨團協商 沒有共識 就各個黨團 對各自的立場 去負責任嘛 那針對特定的犯罪類型 把它排除在 是用外醫間條例裡面 這也不是什麼特殊的立法提例嘛 那你要一個一個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罪不行 那個罪不可 是可以 那就各個立法委員 針對他們所佔的立法政策 向他們各自的選民負責嘛 那為何排除掉 貪污自罪條例的理由 我已經說過非常多次了啦 外醫間裡面 現在收容的 比例最高的 就是這些貪污重犯啊 錢都沒繳回來 憑什麼讓他去外醫間 當然其他委員有不同的看法 我都尊重 那第二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在法治上面 要做這樣的調整 它衝擊的範圍 我覺得 法務部也好 絞證署也好 讓人民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嘛 那之前 我已經針對 在外醫間裡面 有多少人 犯了貪污自罪條例 之罪 然後到外醫間裡面 錢還沒有繳回來的 我有去函 請絞證署提供資料 絞證署那邊 是有 是有 這樣子的資料 是有這樣的資料 啊是不是 可以請絞證署 把那個資料 就讓他公開的 不管是讓各個委員參考 讓社會大眾參考 讓大家知道 到底怎麼回遺事嘛 那第二個事情喔 是 針對這一次 累犯彈書的排除條款 累犯彈書的排除條款 以執行完畢之前案 在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 不在此限 針對這個排除條款 如果通過的話 因此而受惠的人數 有多少 是不是有請法務部的絞證署 能夠公開的 讓大家知道 這樣才知道說 我們在做這個政策上面啊 的變動 不管是過去已經發生 它可能會影響的成績 那或者是未來 我們在立法政策上面啊 所做的選擇 讓大家都知道嘛 好 這個再請法務部提供意見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 我們累犯的統計 齁 那麼目前我就已經手上就有了齁 目前在一間的累犯齁齁 齁 前次入間執行紀錄後 前次入間執行之刑 那那個沒關係 剛剛署長手上唸的那個資料 具體的內容 是不是等一下就可以發給各個委員 讓各個委員知道 因為我們 討論事情 有白紙黑字的官方資料 總是比較有個依據嗎 可以吧 之前我們已經提供給委員會啦 對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要的是更具體的數字嘛 就這麼多人 現在分布在哪些監獄 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進行 因為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你們如果除非你要同意黃委員的意見 否則的話我們 就是你們如果 意見還要說一遍 不要再了解我的時間 不好意思啦 留意你要同意啦 不然就不要再說了 好嗎 還是你要再說 跟黃委員溝通一下嗎 不然你們輸得下去交通啦 你們這已經交通過很多遍啦 你們這已經交通過很多遍啦 你如果 嚇到我就 開兩遍啦 你又交通也不好啊 我們後面還要把案啦 不好意思啦 來我們接下來第二案 請周委員來主持 誰請你放進去 我要隨的遍xt 你做こと 好嗎 來嗎 好嗎 感谢观看